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去吃好料理 第一個人有在鄉東室歡迎的海鮮餐廳 店家在鴨肉有自己的魚鑽 所以各行魚鮮的品質可以自己控制 因為海鮮的食材有夠吃 只要簡單料理就很好吃 就算是冰箱裡的中島 這間餐廳有完不斷有人開著問 因為來到這裡可以吃到新鮮的海鮮 原來店家在鴨肉有自己的魚鑽 所以海鮮的品質可以自己控制 海鮮的品質的話就是因為 我們本身家裡住在野流 然後我爸爸是在捕魚 所以我們家有三艘漁船 所以這條魚或這個海鮮從海裡抓起來 送到客人的餐桌上 都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所以這個部分 鮮度的部分我們可以掌握 所以一定可以保持它海鮮的鮮度 海鮮新鮮價值也平時 所以不少老國客每禮拜都來報道 不論是當天餐廳的各種海鮮 也許店家的餐廳 不管魚蜜 都受到老國客的家裡 它物價連很美就對了 吃的東西就是很精緻 很不錯 又就是這幾樣很新鮮 就只要又新鮮了 像你看到我們今天桌上的這個 現撈的這個就很新鮮 這是中捲還是 這種現撈的中捲 很新鮮 還有它的麵線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是很Q彈的又不爛的 餐廳也建議不跟幾桌來 可以吃看看冬季料理 以夏天來說就是生鮮的才是頭條 出天後有好吃萬里是可以吃 吃冬季料理不夠小塊會好 還可以吃到最新鮮的好口味 記者新鮮林茵茹 給人猜猜報道